一地兩檢這個安排是合憲合法的 有議員有個說法就是割地 這個並不存在 而且也不存在違憲的說法 的確在我們推行一地兩檢的安排三步走的情況 透過香港特區和內地簽署這個合作安排 亦都是經過人大常委透過決定批准這個合作安排 亦都確認合作安排是合乎國家憲法 和合乎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而且亦都是敦促香港透過本地立法 是落實這個一地兩檢的安排 是為我們整個法理基礎 是一個很堅實的理據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了解 有部份的議員今天在議會裏面 提出所謂割地所謂違憲 並沒有一個事實基礎 亦都不是符合事實的一個說法 我們大家明白到在我們的條例草案裏面 在第六條也都清楚說明 有關的安排並不影響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邊界 所以在日後裏面我們會繼續努力向市民和社會解釋 讓他們了解有關的安排 的而且確是一個變文、利文 是一個基礎交通設施 是跨境的一個配套來的 就著今天我們那個議會裏面討論 政府也清楚表明 是對有關議員提出的修訂案 是並不支持的 原因是有關的修訂 是偏離了我們這個條例草案的主旨和範圍 既不符合我們的精神 亦都是不可行的 所以希望大家都就在這方面看一看 我們在立法會所提交的文件 是了解有關的論據的 那我講到這裏看看大家沒有什麼問題 那你認不認同葉劉淑償處理議會的手法 我想大家都看到的 今天那個議會那個狀況的確是很難處理的 那也都明白是不同政見的朋友 事實上是透過議會表達他們的態度和意見 在這裏我相信大家都可以作出一個評斷 究竟處理是否適當 以及考慮到現場的環境和部分議員的行為 的而且確對整體的進程是有很大的影響 要在這麽混亂的情況下才可以通過 是否反映了這個議題的現場很大的爭議 我相信在我們以往透過很多的普查和我們了解的情況 絕大部分的香港市民都是支持高鐵 亦都是支持一地兩檢 在很多的調查數據裏面 包括我們進行了兩場公庭會 都是超過90%的出席的人士支持一地兩檢 我相信這個是很清楚 是代表香港市民的意見 亦都代表大部分的意見 市長今天是否九月可以完結通車 有沒有信心這個目標 我們的目標九月通車 仍然是我們努力工作的一個前提 雖然我們今天在這個條例草案委員會 是完成了審議工作 但是稍後我們在6月6日回到這個大會 仍然有很艱鉅的工作要處理 也需要確保整個條例在這個立法年度完成 才可以確保香港高鐵可以在九月達至通車的目標 早過通車之前就實施內地口岸區 和政府何時開始考慮這件事 我們在議會裏面 亦都很多次機會 都向議員表達了實際的需求 第一就是說 內地口岸區必須要等待 這個立法的工作完成了之後才可以有 亦都需要在這個生效之後 內地口岸區才會存在 但是內地口岸區存在之前 大家都了解了 一個這麼重大的跨境交通設施 是需要有很多的準備工作的 而內地有關的人員也都需要 是有時間去來香港 是了解實習和演練的 所以我們會在那個需要之間 是採取一個平衡 是盡可能將那個提前 開通那個內地口岸區的時間 是減到最小的 但正如之前提到 就說在這個準備工作的時候 是由香港的執法人員做了清關的手續 給他們在香港做一些非執法的行動 為什麼這次會有更多的想法 以及所謂的短時間是有多久呢 我相信無論是幾時安排和怎樣安排 第一我們都要知道 香港是一個非常重視法治的地方 任何那個安排 包括容許內地工作人員來香港 都有既定的機制 如果是這個一地兩檢的法案 未能通過之前 任何外來的人員到香港工作 都必須要透過既定的程序去處理 在這個法案通過之後 如果已經是生效之後 亦都可以提供一個方便 讓內地人員來香港做相當的準備 我們會盡可能將這個時間的距離壓縮的 大家可以放心 謝謝大家